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使得茄子采收期延长 同时实现了优质高产高效的生产状态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项技术 茄子是茄克、茄薯 以将果为产品的一年生草本之物 茄子在我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栽培历史了 种过茄子的人都知道 茄子开花是非常有规律的 每长出一个分支就会出现一层花来 然后做出一层果 习惯上我们把第一层果 也就是主经第一花絮 所生出的果实称为门茄 第二层果实称为对茄 此后的果实意思称为四亩斗 八面丰和满天星 理论上讲 要想取得高产 就要尽量延长茄子的结果气 但是生产中 却不能一直让它向上生长 您看 这些茄子植株长得就很高 上部果实远离根系 营养供应不良 果实明显偏小 品质变差 而且这样的质感脆弱容易折断 一般情况下 四亩斗采收后 茄子植株就开始出现早衰现象了 茄子的生育期比较长 光是育苗期就在一百天左右 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最后就收获了六到七个果实 不用说了 效益肯定不会太高 为了延长茄子的结果气 提高效益 不少农户在四亩斗采收后 采用喷湿叶面肥 补充营养的方法 延缓茄子植株的早衰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 看到这儿 您可能会想了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 能够真正延长茄子的结果期呢 别着急 在下面节目里 我们就为您介绍一种 延长茄子结果期的措施 这就是茄子减脂再生栽培技术 茄子再生栽培又叫更新栽培 实际上是延后栽培的形式之一 这项技术是根据茄果类蔬菜植株具有再生能力的特点 在夏季植株进入衰老期之后 以老猪为母本 经过修剪 发生新枝 重新调整茄子的株形 解决老猪衰老 同风透光差 产量下降 品质变裂等问题 是茄子形成第二次产量高峰 达到延长茄子供应器的目的 不仅如此 茄子再生栽培的好处还多着呢 一是省去了进种 催芽 育苗和移栽定值的时间 以及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二是再生的枝条 生长是强 果实不但个儿大 而且色正 再有就是 由于茄枝时 把蜘蛛上的老叶和病叶 一起剪掉了 所以茄枝后田间通风透光 病虫害的发生也少了 茄子再生栽培的最后一个优势是 收获季节 正是秋季果树上市的淡季 市场价格较高 所以效益也增加了不少 说了这么多茄子再生栽培的好处 那究竟这项技术是如何实施的呢 下面我们就详细向您介绍 做再生栽培的茄子 要求蜘蛛生长是强 质干再生能力强 以发测枝 根细发达 吸收能力强 抗疫性强 抗病性强 结果能力强 做过率高的 中碗熟茄子品种 由于要给减植后的植株 在双蒋前流出足够的生长时间 所以春季应尽可能早定植 这具要求所选的品种 还应具备生长前期 耐低温的特点 在这里我们给您推荐几个 适合减植再生栽培的品种 您可以根据这些品种的栽培要求 结合当地春季的气候特点 以及市场的消费习惯 选择合适的品种栽培 挑选一个适宜的品种 这是碱织再生栽培过程中的第一步 要注意的是 如果母猪的长势弱 即使碱织捡得再好 再生枝条也不会生长旺盛 对碱织后的产量影响很大 所以在进行碱织前 必须精心培育健壮母猪 这样才能保证再生栽培的顺利进行 种植茄子采用的是 先育苗后定值的栽培方式 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培育式零状苗是十分重要的 茄子是喜温作物 生长的是宜温度为20至30摄氏度 高于35摄氏度或低于17摄氏度时 植株的生长都会变得缓慢 温度低于13摄氏度时 植株会停止生长 温度降到7至8摄氏度时 会发生冷汗 当雨有0摄氏度低温时 会发生冻海 所以只能在当地霜冻过后 日平均气温达到13摄氏度以上时 开始定值 茄子的苗期在90至100天之间 那么以当地日平均气温达到13摄氏度以上 这个时间为标准 再向前推90至100天 就是适宜的播种育苗时间 育苗的管理和常规茄子的育苗一样 我们就不多说了 在这里重点讲一讲定值前的炼苗 早定值气温较低 为了使茄子苗更好地适应 定值后的低温环境 缩短定值后的缓苗时间 提高定值成活率 在定值前进行炼苗是十分必要的 炼苗要在定值前10天开始 通过白天加大通风量 夜间覆盖物不盖盐的方法 使苗床温度和湿度逐渐下降 经过两到三天时间 白天把棚中的温度降到18至20摄氏度之间 夜间温度降到13至15摄氏度之间 定值前三天 昼夜打开通风口和覆盖物 让幼苗尽可能地适应棚外的环境 为了植株根系更好的下渣 培育出健庄的母猪 定值地块最好在上一年秋季就开始准备 在秋季作物收获后到上栋前深耕一次 这样经过一个冬天的晒阀能使土壤松散 有利于茄子苗的根系下渣 在定值前十天左右适足积肥 施肥后身翻平整土地 为了提高地温 在定值前一周要覆盖地膜 这样土壤温度能比不覆盖地膜的地块 提高5至6摄氏度 更有利于茄子缓苗和生长 定值时要适当潜栽 腹土不要过后 稍微高出营养土的高度就可以了 这样有利于幼苗发根 由于四目斗采收后就开始减脂 那时的植株还不会太大 所以要在了解了所在品种特征特性的基础上 适当密质 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春季风大易干旱 幼苗定值后容易施水为念 所以要随定值随浇水 这样才有利于缓苗 要想碱织再生效果好 母猪培育很重要 不同成长期水肥管理有哪些差异 碱织后再生植株的田间管理又有哪些特点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关注 茄子碱织再生栽培技术 前面我们提到过 母猪品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了碱织再生栽培的效果 所以步入田间管理阶段以后 各项管理工作都必须做到位 特别是促进开花结果的水肥管理 在不同的时期水肥的供应也是不同的 从缓苗到开花前要以粗为主 目的是粗食植株生长健壮 为开花结果打基础 幼苗缓苗成活后 要追尸提苗肥 中等肥力地块 每亩随水追尸尿素 10至15千克 春季已干旱 这个时期的水分管理就要跟上 一般三到五天就要浇一次小水 当茄子蜘蛛上出现花蕾时 就进入了花果期管理阶段 开花后到做果前应以控为主 这个阶段要适当控制肥水的供应 以利开花做果 如果肥水不加控制 则会出现枝叶生长过旺 导致茄子落花 所以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在底肥和提苗肥都失足的情况下 这个时期可以不施肥 这个时期对水分的供应也应该控制 土壤不干就不用浇水 以免引起蜘蛛土长 造成落花 河里的整枝是蜘蛛健壮生长和多结果的关键 整枝从茄子的花期就应该开始进行 第一花絮以下的侧枝往往是无用之 留着它们只会消耗更多养分 影响蜘蛛的通风透光条件 所以应在第一花絮出现以后 抹出它下面的侧枝 为了便于弄清楚后续的管理工作 在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下 茄子的整枝方法 茄子一般都采用双干整枝方法 也就是只保留第一花絮以上的第一和第二页页内抽生出的两个较强壮的侧枝 这两个侧枝上长出的果实就是兑茄 在兑茄开始棚打时把开花结果的那条分支进行打顶 让营养更好的供给果实 对切采收后 再去分长约十厘米处 用剪刀将这两条分支剪断 保留两个较强壮的侧枝 继续开花结果 如此类推 以后长出的分支 都是这样在果实膨大时就打顶 在采收后就剪枝 让侧芽开花结果 采用这种整织方法 既可以控制蜘蛛的高度和结果的数量 减少蜘蛛间的育壁 又能培育出粗壮的蜘蛛 为减枝再生 打好基础 当第一花絮上的果实做住后 就进入了结果初期管理阶段 当门切长到鸡蛋大小时 应该进行定制后的第二次追肥 一般中等肥立地块 每亩椎食尿素15至20千克 施肥后即时浇水 茄子的抗旱性较弱 结果初期 植株对水分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 这是要保证土壤常湿不干 门切采收之后 上层的果实开始快速发育 这时就进入了结果胜气 茄子进入胜果期后要追肥两次 第一次是在对切膨大时进行 中等肥立地块 每亩椎食尿素8到10千克 和硫酸钾12千克 在四亩斗开始发育时进行第二次追肥 中等肥立地块 每亩椎食15比15比15的 淡磷钾复合肥 15至20千克 在茄子结果剩期 还要保持土壤常湿不干 你看 按照这种方法培育出来的茄子蜘蛛 在斯木斗采收后 还是这样的健壮 没有出现明显的早衰症状 这就为减脂再生 打好了基础 为了茄子蜘蛛在茄之后 能够顺利生长 茄之前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茄之前15天要试肥一次 是土壤保持充足的肥力 以促进蜘蛛的粗壮 茄母石硝酸胺15千克 活尿醋15千克 剪脂的方法决定着 再生蜘蛛的长势 剪得好 蜘蛛发芽快 新生蜘蛛粗壮 开花枣 果实大 剪脂要选晴天上午10点左右进行 方法是 用剪刀从茄子老猪肌部 离地面10至30厘米左右处 将上部的枝条全部剪掉 从哪下剪 要看蜘蛛上侧牙的生长情况 一般来说 剪脂程度越大 对前腹牙萌发的刺激作用越强 但剪之后的蜘蛛不带枝叶 缺乏必要的养分 新生枝数量会明显减少 而剪脂程度越轻 茄子的二积分枝数越多 原则上 选流展示好粗壮的侧牙4到6个 剪脂以后 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如何处理好剪脂留下的伤口 由于这时正处于多雨季节 剪脂的伤口暴露在外面 容易招致病菌的侵入 所以为了防止植株感染病菌 引发不必要的病害 这里要提醒大家 剪脂以后 首先要用药物处理伤口 可以用72%浓用硫酸炼酶酶素 可施性粉剂 40%乙磷履可施性粉剂 和50%多菌磷可施性粉剂 加水调成糊状 涂抹在检口上 防止病菌侵入 茄子在定制后 根系伴随着枝干生长 不断向外扩张 外围根系离主根就会越来越远 一方面吸收的肥水输送到植株精感 所需要的时间延长 输送过程中的自身消耗增多 不利于精感的生长 另一方面 叶片制造的有机营养 也不能够快速输送到根系的外围 同时由于输送线加长 土中的消耗也增多 使最终达到吸收根的有效营养 数量减少 也不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 随着栽培时间的延长 这个问题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到简直时 整个植株的大部分吸收根系 远离主根 分布在根群的外围 不利于植株的生长发育 如果不进行处理 茄子植株的生长势会越来越弱 因此 要保持茄子再生栽培的持久 旺盛的生长势和结果能力 剪之后 必须采取根群再生技术 以促使主根附近 大量再生吸收根 缩短主要吸收根群 与主根的距离 根系再生可以结合 剪后是非一起进行 用铁线在两相邻植株之间 距植株10厘米以外 开挖30厘米深的钩 切断茄子植株外围的根系 这样就能促使主根附近再生新根了 挖钩后 每钩湿尿素8至10克 硫酸钾10至12克 然后将肥混翻入深土层中 以利根系吸收 也有利于防止施肥过于集中 而发生烧根 施肥后浇一次水 由于茄子黄尾病菌 通过根系侵入 断根式的伤口 为它的侵入 创造了有利条件 所以还要用50%多菌磷可食性粉剂 对水稀释500倍液 随胶水每亩灌药液200至300升 减脂一周左右 就可以见到新脂从蜘蛛上发出 由于这时正值高温多雨季节 新萌发的脂条生长较快 容易疯涨 影响正常开花作果 所以如果遇到脂条疯涨的情况 要及时喷一次 50%矮装塑水汽 2000至2500倍液 以控制涂涨 为后期高产 奠定良好基础 新脂条蒙发后 选留两个涨湿好的新脂 其余的全部抹去 如果这时对新脂的涨湿 还不能做出准确判断 就可以先留三到四个 等长势基本看出来后 再数成两个枝条 由于简直再生后 植株生长时间有限 所以要抓紧时间结果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如何根据再生茄子的这个生产特点 来整治和流果 我们前面介绍的双干整治法 是一层茄子采收后 在区分差约10厘米处 用剪刀把这条分支剪断 让上面长出的侧芽长成分支 继续开花结果 这种整治方法 做果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不适合简直再生后使用 简直再生后 正常的整治和流果方法 是在留下的两个枝条上 分别留两个果实 最上面的果实做住后 在它的上方 留两到三片叶打底 这样既可以使养分集中供应果实 加速果实的膨大 又可以防止阳光 晒伤茄子果实 一般剪制以后15至20天 在留下的侧枝上 就能见到花蕾 在第一个茄子做果后 每亩再追食10千克尿素 和10千克硫酸钾 以供果实生长的需要 从这以后 如果不下雨 每隔10天浇一次水 进入结果剩期后 每隔7至8天浇一次水 每浇三次水 11次肥 每亩追食鸟素15千克 硫酸钾7至10千克 在剩过中后期 还要喷湿2%的磷酸2 精甲溶液 以延缓茄子植株衰老 一般剪之后40天左右 就可以采收第一批 再生茄子了 适时采收 关系到茄子的产量和品质 采收过早 果实发育不充分 会降低产量 而采收过晚呢 则肿皮变硬老化 降低食用品质 影响商品性 那么 怎样判断茄子 是不是该采收了呢 采收时 可以看 茄子鳄片 与果实相连处的 由白到淡绿色的 带状环 如果带状环较宽 说明果实正在旺盛生长 这时果实的组织 还比较柔嫩 不宜采收 如果带状环区域 不明显或正在消失 则表明果实生长转慢 或者果肉已经停止生长 这时就应该及时采收了 根据果实的成熟程度 每天或隔天采收一次 如果管理得好 可以一直采收到 双降节前后 茄子减脂再生技术 克服了夏季炎热难育苗 以及虫茶导致土传病害的困境 解决了高温茄子品质差 枝条上部果实营养不良 果形较小 以及植株一导幅等问题 实现了一众多收 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这项技术值得推广 希望更多种植茄子 外国民朋友们 能够掌握这项技术 获得更多财富 好了 本期的网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 或信息 可以登陆龙广天地的央视网 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